最近爆火的幻兽帕鲁大家都玩了吗? 一款集合了宝可梦、开放世界、生存建造、模拟经营等N个要素的大杂烩 竟然还挺让人沉迷的 一举拿下了Steam在线榜单历史第二的记录 着实让人有点意外 那么究竟什么样配置的电脑才能流畅的玩这个游戏呢? 本次我们就找来了五台不同时期不同配置的笔记本测试了一下 没买游戏的可以当个参考 已经在玩的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优化的地方 在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省个流 对于这个游戏如果是以1080P分辨率最低画质50帧为及格线 那么近两年采用AMD R7级别的核显轻薄本 以及最新的Intel Ultra处理器的轻薄本勉强可以玩 而到了4060这个级别 基本上2K最高画质都无压力了 另外这个游戏的DLSS和抗锯齿选项隐藏了一些坑 具体我们后面详细聊 在参测的机型方面 我们从仓库中翻了五台电脑 其中一台是搭载了AMD R7 7840HS的Yoga Pro 14S轻映版 一台搭载了Intel Ultra 5 125H的5G 14 Pro 它两对应的是GPU性能比较强的核显轻薄本 独显机型则分别是65W 2060的幻14 100W 3060的R9000X 以及140W 4060的猎刃16 它们分别对应了19-20年、21-22年 以及23-24年游戏本的主流配置 其中幻14的性能释放比较一般 帧数会比传统的游戏本低一些 大家也可以例比一下1660Ti不开DLSS的表现 由于这个游戏主打的是多人共同运营 所以说我们自建了一个服务器 然后把测试的账号拉进来进行游戏 这样就能模拟多数人实际游玩的情况了 测试场景选择了一个大后期的存档进行跑图 时间定为白天 先穿过一片显卡压力比较高的草地和树林 然后进入有20只帕鲁快乐劳作的工厂 这里的CPU压力稍大一些 整体跑下来应该能反映游戏里中高负载的情况 理论上来说在发生战斗的时候还会有间歇性的调帧 但由于很难复现本次就没有专门测试 建议大家参考数据的时候稍微留一点余量 下面先来看一下核显轻薄本的成绩 本来这里应该是用的最低画质 但是这个游戏预设的最低实在是有些惨不忍睹 抗锯齿和阴影完全缺失 导致画面看起来非常的难受 所以我们把抗锯齿改成了FXAA 阴影调到了中 获得一个相对能看的画面 这样设置的话 相比全最低的性能损失大约是14% 如果大家只想看极限帧数的话 也可以自行加上去 在这样的画质下 R77840 HS能够跑到平均50.8帧 最低40帧 而Ultra 5的5G 14 Pro则是平均43帧 最低36帧 考虑到5G的内存频率比较低 如果换成6400或者7467的高频内存 两者应该是差不多的水平 这个帧数算是勉强可以玩啊 不过仅限于近两年核显以及散热比较强的轻薄本 如果是Intel的XE核显或者散热比较差的电脑 那帧数会比这两台更低一些 可玩性就比较差了 然后来看一下4年前的配置 R9 4900HS加上2060的表现 这个配置应对1080P最低画质就完全没问题了 平均可以跑到79帧 最低帧也有66帧 把画质选项稍微拉高一点也可以 而2K分辨率的话还是有点勉强 平均57帧 考虑到它的性能释放比较低 显卡只有65啊 如果是性能强一点的2060游戏本的话 应该是刚刚好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DRSS来提高帧数 不过相关的选项稍微一些复杂 我们一会儿单独说 然后是两年前的主力3060的R9000X 3060在2K画面下的帧数会更高一些 最低画质不开DRSS也能有67帧 如果我们挑战一下预设的中画质 那么1080P能够达到69帧 2K下则是只有45.6帧 最低则来到了39帧 看起来3060对于这个游戏的2K还是有些不够 需要降点画质或者加上DRSS才行 最后是4060的游戏本 在今年年底之前 4060依旧是游戏本上最主流的选择 中画质对于4060来说压力太低了 我们直接挑战最高画质 2K分辨率下不开DRSS 可以跑到平均61帧最低49 而1080P下则是平均将近90帧 考虑到这个游戏的画风比较卡通 像阴影、特效、品质之类的选项 稍微调低一点也没影响 这个帧数已经可以算是畅玩了 看完了5台电脑的实测表现 相信大家对于游戏的整体性能需求已经有大致了解了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讲一下DRSS的相关选项 讲真啊 这个游戏DRSS可以说是我们测过的游戏里最奇葩的一个 一般来说 由于DRSS本身就自带抗拒值效果 大部分游戏里开启DRSS之后 抗拒值选项都会被禁用 但幻生帕路不一样 看似开启DRSS之后 抗拒值选项变灰了 但实际上它还是生效的 如果你想在开启DRSS的同时更改抗拒值的话 就必须先关闭DRSS 然后选择需要的抗拒值 然后再把DRSS打开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游戏里 抗拒值选项会极大程度影响DRSS的效果 以2K最高画质为例 如果采用TSR抗拒值 那么DRSS质量档是完全看不出画质降低的 平衡档的清晰度也只有很轻微的下降 基本上是可用的状态 而如果采用TAA抗拒值 那么质量档的DRSS就会出现肉眼可见的模糊和闪烁 平衡档已经基本糊成一团了 至于FXAA和无抗拒值加上DRSS的组合嘛 这画面简直是闪瞎眼还是洗洗睡吧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用DRSS提升帧数 那TSR抗拒值几乎是必须开的 对于那些使用入门型号的RTX显卡玩家来说 最实用的办法是先打开TSR和DRSS 然后逐渐降低其他选项 直到帧数和画质达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水平 根据我们的实测 DLSS质量档大约是能提升25%的帧数 平衡档大约43% 也就是说前面3060的游戏本开了DRSS后 是可以跑中画质2K的 2060 Max-Q的机器跑最低画质2K也能达到75帧 可以稍微调高一些选项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从上面的测试可以看出 这个游戏对于配置的要求不算太高 1080P最低画质 近两年的核显性能比较强的轻薄本就可以运行 而对于稍微追求一下帧数的玩家来说 一台带2060独显的全能本或者游戏本 就能达到流畅的门槛了 如果想要高画质 那么4060游戏本基本可以无压力畅玩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显卡在什么水平的话 我们在这里制作了一张常见型号的天梯图 大家可以和我们测试的配置进行对照 最近我也玩了几个小时的帕鲁 感觉这个游戏虽然是个缝合怪 但缝的却意外合理 可以让人体会到那种很纯粹的没心没肺的快乐 在PC端上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爆火的现象级游戏了 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17年的绝地求生 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玩得开心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觉得有帮助的话 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八屏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卖本性得 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八屏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